待會兒回爸爸的家去見奶奶好不好 奶奶是誰啊 爸爸的媽媽 等一下還有禮物要送給你 真的嗎 可是媽媽說不能隨便收別人的禮物 我是別人嗎 你不是 可是奶奶是不是別人呢 當然不是了 奶奶是爸爸的媽媽 也算是你的親人 以前我的親人只有媽媽 現在又多了一個爸爸和奶奶 只有媽媽 那外公外婆呢 不知道啊 從來都沒見過他們 沒見過 媽媽說外公外婆都很忙 住在很遠的地方 等我長大之後就可以去看他們了 居然拿這種拖色的配小孩 媽媽沒騙我 騙人會變長鼻子的 這也是媽媽教你的 那你媽的鼻子 能繞成一周了 你再說 媽媽從來沒騙我 你不許這樣說 我打你 好了好了 彤彤 幫爸爸一個忙好不好 等一下見到奶奶 少說話 為什麼 因為奶奶不喜歡 多說話的小孩 可是媽媽說 有話就直說 你不說話 別人怎麼知道你在想什麼呢 你什麼都聽媽媽的 這一次幫爸爸的忙 聽爸爸的好不好 那好吧 聽爸爸的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你不懂 我看不懂 不懂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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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哇 好大的房子呀 唉 這就是童童吧 童童 這個是管家辰爺爺 叫辰爺爺 陈爷爷好 彤彤好 想 这孩子 真像你啊 丽姐见了 肯定喜欢 她人在哪里 丽姐在楼上 一会儿就下来 彤彤啊 喜欢吃什么告诉我 以后啊 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谢谢陈爷爷 来 谢谢陈爷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喜欢吗 喜欢 太喜欢了 喜欢啊 爸爸 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我的吗 这些都是你的 太好了 以后你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哦 比我家大了好多 妈妈见到了一定会开心死的 这是你的房间 跟你妈妈没关系 童童 叫奶奶 童童 叫奶奶 奶奶好 我叫童童 你叫什么名字 奶奶叫 丽芷宁 长得好像啊 丽姐看见没 简直和丽总 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你跟法庭申请 禁止那个女人来探望了吗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你要搞清楚 这个孩子进了我丽家的门 以后就跟那个女人没有关系了 可不可以不要在孩子面前说这个 他迟早要知道 早一点明白现实更好 爸爸 奶奶坐的什么车 她为什么不走路啊 童童 我们下去吃饭好不好 待会儿再上来玩车 好 你叫童童吗 爸爸我害怕 我想回家 童童乖 你是丽家的孙子 你住进了丽家 就要守丽家的规矩 现在 你就住在这里 跟奶奶住 你妈妈不会来了 你懂吗 不对 妈妈去魔法学校 她很快就会回来 你看这个女人 跟她胡说了些什么 现在法庭把你判给了你爸爸了 你只能住在这里 你乱说 不要说我妈妈坏话 童童 童童怎么了 你最喜欢的蛋糕 你看 我不要 真不像话 我不喜欢你 我不想听你的 我现在就要去找妈妈 童童 小小年纪就这么没有教养 不要回家 不要找妈妈 成本让我来 童童 听我说 我要回家 我要找妈妈 我要回家 我要找妈妈 关进去 好好反省 哪儿也不许去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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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童 你要不要出来看看这台车帅不帅啊 不要 我要妈妈 我不想跟奶奶住 奶奶不喜欢我 童童 奶奶没有不喜欢你 她只是要求比较严格 可是我不喜欢她 我不喜欢她 你让我回家也不好 童童